离子推进器和霍尔推进器是不是一个东西 严格上来说不是 因为霍尔推进器只是离子推进器里面的一个子集而已 离子推进器它的类型其实是有很多的 霍尔推进器算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主流的叫做三格离子推进器 它们的重用原理不尽相同 但结果都是喷出高速运动的离子 靠反重力来为卫星或者是其他航天器提供推力的 那它俩究竟是具体怎么工作的 各有什么样的优劣呢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先来说三格离子推进器 因为它出现的稍微早一些 在1960年代就被为NASA工作的物理学家 哈罗德·考夫曼发明了出来 并且进行了一些早期的演示性的发射实验 它使用的推进器是拱 也就是水银 水银原子或者是其他作为推进器的多性气体原子 被注入到推进器中一个专门的枪式当中之后 会与电子枪发射出来的电子发生碰撞 从而被撞碎成为等离子体 这些等离子体当中的电子继续留在枪式当中 参与到更多的碰撞 制造更多的等离子体 而离子本身则向推进器后方的带电三格飘移 一般来说这里至少有两层三格带着不同的电 从而在之间形成了电场 里面的那个三格有点像是一个塞网 只会将离子塞进去 等离子来到两层三格之间 就会在这里强大的电场的驱动下 向后面的那层三格快速的奔去 最终逃离推进器进入到宇宙当中 当然在推进器的外部还有一个电子枪 它会射出电子来与这些离子结合 形成电中和的废弃 由此产生反向的推力 好 那我们再看看霍尔推进器 它稍微比前者晚发明了十年 但是却比前者先工作了二十年 霍尔推进器是苏联人发明的 在1971年首次亮相就是个正式员工了 它直接登上了一枚真正在太空当中运行的卫星 作为其轨道稳定器来使用 而西方一直要等到1990年代 才开始认真考虑起这件事情来 那霍尔推进器又是怎么工作的呢 其实它的结构比三格离子推进器还要简单 基本上就是两个套在一起的 一边封闭一边开口的同心圆柱了 两个圆柱的中间是一个放电通道 也是推进器被电离后加速离开推进器的通道了 在中央圆柱和周围圆环里面都埋进去了电磁铁 它们产生相互垂直的磁场 一个用来约束从应急释放出来的电子使其围绕着通道高速旋转 形成一片密集的电子云 另外一个用来形成电视差 将从底部输入的推进器与电子云发生碰撞之后 形成的离子加速后喷出制造推力 与三个离子推进器不同 霍尔推进器由于在喷出离子时会主动拖上大量的电子自己来中和 因此废弃的质量就会较大 速度较慢 相比起来就是推力稍大 但是比充较小了 对了 我说的速度慢是相对的 它再慢也至少有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 而三个离子推进器的喷速就很夸张了 可以高达90公里每秒 虽然每个离子的质量很小 但你架不住它的比充实在是高得惊人 只要给它足够多的加速时间 它依然能够将航天器推出极高的速度来 这就来到了两款离子推进器的优缺点上面了 似乎拥有更高比充的三个离子推进器会更好 毕竟咱们看发动机很多时候就是看比充 但是你得反过来看 它需要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在离子推进器上 比充基本上代表的就是排气速度 而排气速度意味着动能大小 但动能的大小其实是跟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的 所以更大的比充 比如两倍的比充 是用四倍的速度换来的 四倍的速度就意味着 你需要为离子发动机提供四倍的电量才行 更大的太阳能电磁板 更复杂的供电系统 更重的航天器 所以真的值吗 也许做升空飞行 有更多的加速时间是值得的 但是就在禁地轨道机动 或者是出一个周期很短的任务 当然还是霍尔推进器更香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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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